哈囉各位午安我們把那個機器設定好 我們現在介紹戰車世界360版的 那我們邀請我們這個北美溝通總監Chris 好不好 來 我們邀請 我們先請坐好了 前面這邊可以看 好 我們等一下這個Chris會一邊 就一邊玩然後一邊問我們 簡單的 對 那我也會一邊提問這樣子 對 所以你可以玩遊戲 然後他會問你一個問題 OK 很好 所以先簡單一邊 我們現在就一邊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360版 跟PC版的這些差異 對 從最初 我們的計劃 在Chicago 真的 我們有想要看 在看了電腦版本來的作用 Xbox 360的遊戲不是一個電腦 我們只是沒用電腦版本來放在遊戲機器上 希望它會有效 他們在由地上設了遊戲 他們想讓遊戲玩得非常相似 更對於遊戲機器的遊戲 特別是 我們在芝加哥的團隊 一開始在看Xbox 360的時候 我们是把PC版的战车世界当作一个灵感 也就是战车世界的Xbox 30版绝对不是把PC版的直接就原封不动的搬过来 我们的30版其实是完全为了主机重新打造的一个游戏 也就是我们希望说让主机的玩家在玩战车世界的时候也能够享有同样的乐趣 但是却又不会觉得好像在玩另外一个世界的游戏一样 所以我们是练为更新养的战车世界的游戏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去让我们更加性感到我们的 played玩战 我们的玩战和即典的玩战 可以尽量对他们的味道 就是我们现在看我们的TEC tree 在PC版上它们是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人会有些人的 有些人会有些人有些人的典型 所以我们真的想法更加性感到这个玩战 让它更加 visual 所以我們360版其實是完全為家用主機的玩家所重新客製化的 舉例來說好像我們在看360版上的科技術 如果你知道的話真正世界電腦版的科技術它非常複雜 那每個模組都是可以自行升級的 那你用電腦鍵盤是要操作很容易 可是在主機上這樣不是非常容易操作 所以我們特別為了家用主機 我們把整個科技術變得比較精簡 比較流暢 讓玩家可以很快速的看到你在升級的時候應該要怎麼做 Another example you'll see right here is upgrading your tank on the PC the player has a lot of I'd say micromanagement of very specific components of their tank they can swap parts in swap parts out when you're using the keyboard and mouse with a PC that's a really easy system to use but with a controller it can become a lot more cumbersome so what we did for upgrades was we made it all about modules so if you'll see right here this particular tank the Wolverine all the upgrades are grouped into modules each module contains a certain number of parts this one for example has an upgraded track this one has an upgraded track, upgraded engine, upgraded gun so what we really want to do is have the console gamer be able to come in here say okay I want to make my tank more powerful and faster and more efficient I see these parts boom I purchase it it's equipped on my tank I'm right back into the game we don't want them spending lots and lots of time going through menus and trying different things we wanted to get them back into the gam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so we don't want to use it with the player on the other side it can't be able to take about too much time to be able to get 進行升級的 玩家可以直接看 選擇說我希望我的戰車 走的是快速的路線 或是我的戰車走的是 比如說狙擊的路線的話 那我們就有不同的模組 可以說這個是升級履帶的 或是說像另外這個模組 是直接升級主砲和砲塔的 那玩家可以馬上選擇之後 直接進入遊戲 我們希望讓玩家 能夠花更多的時間在遊戲裡頭 而不是花時間在了解 這個戰車要怎麼配置 其實簡單講 應該就是遊戲 讓節奏的遊戲比PC 再稍微更快一點 讓玩家可以更快 更容易 對,我會說一點點 我認為當你看來 看來的比賽 比 PC遊戲和玩家 玩家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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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們要保持 讓玩家的玩家 不只感覺像一個玩家 那它是建立的 而是建立的 那種類型的經驗 一例子我會示範 現在是 用戶口 compared to the PC version 你會比較多的 坐在座上 用戶口 Xbox 360 edition, however, we really try to optimize it for what we call the living room experience You're probably on a couch, you're probably a meter or two away from the TV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n the screen in the right place for you to visually identify quickly So the map is there, the tank is there, the teams are there And if you look at it compared to the PC version, it's really quite different 事实上如果你比較一下玩電腦版的玩家和主機版的這些遊戲的話 你會發現玩家用主機的玩家他們習慣節奏比較明快,節奏比較快速的遊戲 So we也希望能夠讓玩Xbox 360戰車世界的玩家能夠享受這個感覺 而不是說好像只是在玩一個、只是在家用主機上玩一個電腦遊戲而已 所以其實你來看我們的介面就很清楚地看到 如果你是玩電腦版的話呢,通常你的螢幕就在你的面前 你距離很近,所以其實我們是要是以這麼近的距離來設計的 可是如果是360版的話 也有可能你是坐在沙發上 說不定你電視有可能一米或是兩米這麼遠的話 那我們必須要把他的介面做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360的介面 他的小地圖,他的戰車和隊友 其實我們都稍微做一些調整 讓你可以就算坐在沙發上 也可以玩得非常輕鬆愉快 我們知道未來PC版會加入 即時物理破壞的效果 那360版未來會差 目前已經有了 對,絕對,絕對 從一個觀點的角色 目的目標在360版上是 是在尤其是相同的遊戲 遊戲是自由玩遊戲 給了XBOX Live Gold的訂閱 而給了SILVER的訂閱 你會有一個七天的採討 但是 Wargaming是一個公司 建立於自由玩遊戲的概念 所以一個很酷的東西是 因為我們看到未來的更新的新的預測 例如現時傷害 新的國家、新的戰爪、新的模式 都會讓遊戲充滿 所以以遊戲來說的話 我們360版本是希望提供 360跟PC玩家相同的內容 所以我們一定PC版上有的 我們360上一定會有 相信大家也知道 我們360的話 我們從 Wargaming 我們走的是免費暢玩的模型 所以如果是360 Live的金會員的話 那這也是免費玩的 那你就算不是金會員是贏會員呢 其實我們也提供了七天的免費試玩 所以說我們希望能夠就這個方式 讓更多人能夠玩到我們的遊戲 甚至以後我們在360上所推出的升級 或是新的戰車、新的模組 也全部都是免費提供給玩家的 那意思應該就是說 接下來是不是要問說 那未來360 Live版本的戰車的數量 應該就是會慢慢 就是會盡量讓PC的一樣嗎 其實是的,我們現在的Xbox30版本 現在還在Beta測試階段 超過大概100多輛車 提供的國家大概是美國、德國和英國線 可是呢遲到有一天 我們所有的戰車數和國家線 都會跟PC版的是一樣的 那以後PC版來說 有的內容也都會加到360版裡頭 好,其實我準備問題已經問完了 我們接下來就請這個... 好,那是完美的時間 其實剛剛好 對啊,我們... 不然再請... 你這次來到台灣有什麼特別的感想嗎 看到台灣...其實台灣的戰爭世界算是非常的...很熱情啊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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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來到台灣 發現台灣的玩家都真的非常的熱情 而且非常的陽光 我們在台灣上有很多玩家對於我們 不管是PC版或是Xbox 30版的戰車世界 都非常感興趣 那我們這一點也當然會繼續強調 我們跟微軟之間的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微軟的平台 把我們的遊戲推給世界上更多的玩家 並且針對不同的市場 不同的地區呢 我們會提供特別針對那個市場 那個地區的獨特的行銷方式 那未來Xbox One有機會推出嗎 嗯... obviously we're interested in the Xbox One it's... it's a new console, it's very powerful I think in the beginning when we were looking at what console we were gonna take World of Tanks to the Xbox 360 ended up really being a perfect match they've got tens and tens of millions of consoles around the world tens and tens of millions of Xbox Live subscribers so from a number perspective and from a company perspective, it was a great fit um... one of our key strategies one of our key sort of focuses is taking our games to new platforms and exposing them to as many people as we possibly can so the 360 was great for that Xbox One who knows, anything's possible first we're gonna make sure that we get this game done we get it released we build it not only in terms of content but really build it with our fans and then we'll look at things like other platforms like a little bit later on 其實 Xbox One當然是非常興奮的一個發展 它是一個新的而且功能非常強大的主機 當時我們決定在360版上推出 其實是 就公司角度來說是很清楚的 因為360目前全球有上百萬個擁有者 同時它的會員 Windows Live 會員也有非常多個 所以就公司角度來說的話 360是一個很適當的選擇 因為我們公司在推廣的時候 畢竟是以免費上玩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讓越多的玩家玩到越好 所以我們首先在主機方面 我們可能會先在360上推出 希望藉此能夠慢慢打入主機市場 讓主機的玩家能夠熟悉我們的遊戲 那慢慢的根據我們在這方面所獲得的回饋 我們當然不排除在任何其他平台上推動我們的遊戲 所以玩家可以期待未來會有更強大的 畫面更好的佳機版本的 戰車世界的出現 多多支持他們就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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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支持他們就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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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Chris 謝謝 Chris 謝謝 我的 pleasure 今天 Wargaming 真的很用心 他們找了很多位 我們趕快再進行下一場 戰爭界閃擊戰 另外一個版本的 好吧 我們謝謝Chris 大家稍等一下 我們再來做個設定 好吧 大家稍等一下 謝謝